这是未来世界的人才公寓 五平米的小隔间 墙壁全是大屏幕 设施都是尖端科技 每天早晨还有 虚拟大公鸡叫你起床 如果让你在这里待一辈子 你会愿意吗 在这里每天的工作 就是灯动感单车发电 骑行的里程数就是货币 在这里干什么都需要里程 哪怕是看电视跳过广告也是如此 黑哥就是这里的一员 起床后花费四里程刷牙 再花五十五里程吃个早饭 就开始了登自行车的一天 日复一日的生活 疲惫且枯燥 他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有多久了 应该是从出生就在这里 经过每天不断的辛苦骑车 黑哥现在已经有了 一千五百万的里程存款 妥妥的里程妇人 可他无欲无求 有大笔存款在手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这天黑哥在电梯里 看到了个陌生面孔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活了这么多年 还未见过这么美丽的人 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在洗手间时 他听到隔壁传来一阵美妙的歌声 走出来一看 发现正是那个电梯美女 难道这就是爱情的缘分 黑哥刚想上前搭讪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只能说一句 你也来洗手啊 属实把美女尴尬到了 更不巧的是一个成人广告弹出 说到老顾客有新活动了 这下简直是射死了 黑哥赶紧花一千里程跳过广告 美女也就害羞地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 黑哥就陷入相思了 脑子里满满都是女孩的脸庞 吃饭的时候想 骑贡想单车的时候也想 睡觉的时候就更想了 这大概就是一见钟情吧 黑哥坠入了爱河 可他只敢默默暗恋 因为在这里这么久 得了一种孤独症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和他人相处 这天他的机会来了 美女在自动贩卖机买东西时 东西被卡住掉不出来了 黑哥直接助人为乐 上手就给掏了出来 接着就开始一顿彩虹屁 你的歌声真的很动听 我很喜欢 黑哥终于和美女搭上话了 他们边吃饭边聊天 美女叫小美 她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通过唱歌改变自己的人生 原来这里有一档选秀节目 里面有三个评委 他们决定你可否 成为每个房间的人气王 只有他们认可你的表演 就可以离开这个小哥间 黑哥鼓励小美去参加节目 小美却说 你就只听过我那次唱歌 就觉得我一定能行吗 而且参加节目还有一个门槛 就是需要1200万里程购买入场券 光正这个里程就要六个月 这个梦想还是先算了吧 黑哥一听 这不是刚刚好吗 他说自己愿意送一张入场券给他 这个里程花给你的梦想很值得 小美以为黑哥只是开开玩笑 黑哥却说 自己是真的里程妇人 不信你看前面 反正自己留着也花不完 不想给虚拟形象换鞋子 也不想给自己的屏幕升级 这些都是假大控 只有你才是真实的 小美被黑哥的诚意打动 接受了黑哥的馈赠 黑哥回到房间感觉自己的生活 突然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可转眼发现 入场券竟然涨价到了1500万里程 假如买完的话 他就只剩下个零头了 可为了心爱的女人 他还是一咬牙买了下来 随后入场券就被赠送到了小美这边 看着眼前的一幕 小美很是感动 第二天两人便搭乘电梯 赶往选秀的现场 电梯里小美送了一个 签纸贺给黑哥聊表谢意 出了电梯就是接待台 核实完入场券后 他们就来到了后场 里面全是打算参加选秀的人 有的人甚至已经等了一个礼拜 但没一会儿有个工作人员 直接将小美邀进了演播厅 一旁的白发女怒了 呵斥这不公平 她已经等了一周了 怎么就被插对了呢 工作人员没反驳 只是说了一句 顺序也不是我定的 谁叫人家长的好看 进到演播厅后 另一个女助理 给小美递来一瓶饮料 小美说就要上台了 还是不喝了 女助理却说 这是每个表演者都要喝的 还说可以缓解紧张的心情 小美有点不解 但还是接过来喝了一口 小美喝完后 只感觉有点眩晕 随后就轮到小美上台表演了 她把饮料递给了黑哥 走到舞台上后 小美开始了表演 没有意外的 这美妙的歌声让所有的观众沉醉 甚至还有人为她的歌声感动流泪 她似乎天生就应该唱歌 可就在这时 评委却打断了她 让她先不要唱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评委先说你就是这期最美的歌声 说完后观众都为小美欢呼 就在小美觉得自己梦想成真实 评委话风一转 你虽然唱歌好听 可你长得更加漂亮 甚至比你的歌声更加迷人 可能有人不喜欢你的歌声 但不会有人不喜欢你的脸 我不希望你成为歌手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等着你 以后男人会很爱你 女人会嫉妒你 一定会比唱歌更出名 黑哥和小美都傻眼了 黑哥想冲上台阻止小美答应 却被保安给拖了出去 就在这时小美开始头晕目眩 嘴中想拒绝的话 一个字都说不出 接着评委也开始不断劝她 你知道为什么 你一来就能上台表演吗 就是因为你的脸蛋 今年咱们的歌手太多了 节目种类太匮乏 我相信观众们也会想看点别的 然后给了小美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拒绝他们 老老实实回去骑单车 第二就是接受建议 这一刻小美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些评委 想要的不是她的歌声 只是她的美貌 从一开始就已经有结局了 就算她唱歌再好听 他们也不会让她成为歌星 给她喝的饮料较尽薪水 喝下之后在台上 不论是什么想法 她都只会回答好的 在观众的不断欢呼下 小美终于妥协了 她永远离开了 日复一日的踩单车生活 却也离自己的初心越来越远 而黑哥回到房间后 看着那个签纸喝 静静地回忆着一切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可他们却逃不掉 从此之后 黑哥再次陷入了阴狱 每天看着屏幕出神 就在这时 屏幕里又跳出了小广告 而广告的女主角 可之前的里程都拿去买了入场券 想跳都跳不了 她遮住眼睛 试图不看着影 房间却整个变态发出警报 她只能再次整年 想出去都开不了门 因为播放广告时禁止开门 看着小美的节目 黑哥崩溃了 她开始打砸所有的屏幕 刚相爱的恋人就这样离开 生活刚刚美好又被浇灭希望 她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 准备把当时 进入节目现场的盖章弄掉 她再也不想看到关于这个一切 可就在这瞬间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要报仇 要撕开那些人的真面目 可现在的她连一张入场券都买不起 1500万里程的入场券 口袋里却只有800里程 这该如何是好 就这样黑哥又开始了疯狂赚钱 他不分昼夜不断骑车 永远都是最早打卡 最晚下班的那一个 甚至连牙膏都只敢用那么一点点 吃饭也捡别人吃剩的来饱肚子 就是为了能尽快攒下1500万里程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她废寝忘食 白天骑车转里程 晚上在房间练个人计 假装自己是要上台表演舞蹈 只为了给自己复仇打掩护 经过不断的努力 她终于攒够了钱 别人需要半年才能攒够的里程 她两个月就拼命赚到了 随后她就在房间里 购买了这张价格不菲的入场券 她终于等到了 把玻璃碎片放进了裤子 乘坐电梯来到了现场 她站在后场去等待 那个熟悉的白发女还在这里 没多久就有工作人员带走了黑哥 白发女照常一段嗶嗶 轮到黑哥上台了 女助理让她喝尽心水 但黑哥拿出小美喝空的 那个只喝给对方看 让对方认为她已经喝过了尽心水 躲过了尽心水攻击 黑哥成功地清醒上台 上台之后 三位评委依旧笑容可亲 黑哥却表情严肃 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我拿的 开始就开始就 一段广播体操后 三位评委竟然频频点头 似乎是满意黑哥的表演 突然黑哥从裤子里拿出玻璃碎片 他没有刺杀评委 而是拿他抵住了自己的脖子 想要以此要挟 他要曝光他们的真面目 告诫大家不要再走小美的后路 在黑哥的威胁下 他们答应让黑哥开始演讲 黑哥说你们就是一群虚伪的人 我们想要努力达成的东西 或者多美好的现实物体 你们都要让他们破灭 在你们眼里 我们都不是人 而是随意摆弄的玩具 我们没日没夜的灯车 却只能购买虚拟产品 黑哥越来越激动 我刚刚得到的爱情 就被你们夺走了 你们没有心 黑哥的血泪控诉 打动了很多观众 可这时 胡子哥的一句话 却毁掉了黑哥的肺腑之言 接着胡子哥还邀请他 开创一档新节目 给他永远花不完的钱财 这时的黑哥虽然没有喝尽薪水 但最终也选择了妥协 最后 黑哥变成了一名网络主播 专门带货自己的玻璃碎片 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 没想到黑哥最后也妥协了自己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 保持理想初心真的很不容易 试问一下 你们能做到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1500万里程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